《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一 《宗徒大事录》第十六章第十一到十五节 《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第十六章四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5月15日 耶稣基督圣神借由一个马其顿人在给保禄的意向中 邀请保禄去马其顿传教 保禄立即就设法往马其顿去 今天在读经一里 我们读到保禄来到了马其顿地区的菲利伯城 一个女生李迪亚是第一个听了保禄的宣讲后归主的欧洲人 也由此开始 保禄在菲利伯城的传教有了很大的成绩 建立了很有活力的菲利伯的基督徒团体 一个很慷慨助人 保禄非常喜爱的团体 保禄之所以来到菲利伯是圣神的带领 李迪亚也是由于圣神开启了他的心 使他接受保禄所讲的话 以致他和他一家接受了洗礼 并且成为非常热心的保禄的福传合作者 这个圣神 就是今天福音里主耶稣对门徒们许诺的真理之神 真理之神能让我们明白天主的真理 接受信仰 我们今天的福传工作 也一定要祈求真理之神 挤住我们的祈祷 读经 朝拜圣体 参与圣事 帮助我们去做分辨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如何做 才是为了天主更大的光荣 也求圣神感动人的心 去接受我们传的福音 在今天的福音里 主耶稣许诺天主圣神会带领我们该走的路 但是却没有许诺我们一条舒舒服服的路 为天主做事从来就不是没有困难 舒舒服服的 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劝狱 你们欢喜踊跃吧说道 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是会受到迫害的 迫害的方式不一定是流血的 更常见的是人们会嘲笑我们的信仰 以冷漠回应我们分享信仰的热情 让我们沮丧 看不到成绩和光明 就完全放弃传教的使命了 甚至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的信仰 随大流放弃信仰 福传是小德兰福传之友最重要的使命 我们特别要在教宗说的这类迫害中站稳 我们祈求复活的主 让我们欢喜 踊跃于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祈求圣神带领我们像保禄一样 勇敢去福传 也祈求圣神使我们接触的人都像李迪亚一样 喜乐于接受福音 圣保禄 圣李迪亚 为我等齐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 欢迎订阅